好 给杨白穴 那在杨白穴之前呢 我们叫做本神 这个本神啊 我画在这边 从 斩竹穴 上来到骨头 从斩竹穴这边 头这边好 这是鼻子斩竹穴 眉毛的头这边上来 往右边转的时候 到曲叉到神情穴的时候 这一段是前面一层膀胱筋 膀胱筋到这里的时候分开来 变成从这边往后走 就是一寸 一寸的距离 那再过来五分的距离呢 就是我们胆筋的投灵器 所以投灵器跟下面的胆筋 中间就投尾 投尾在这边 所以卫筋 竹阳明卫筋 筋并没有到后面去 竹阳明卫筋通通在脸的前面 所以面脸的问题 都是卫筋在管 所以只要讲到后面 你就把卫筋删掉 卫筋只到这边 所以从这个 说这个后面这个通 老师这个头围在这边 后面根本没有卫筋 这样知道为止 好变证的时候 所以听你经络很熟 听你就知道别人怎么回事 那这个是一个投灵器 好 投灵器 投灵器 那这个投灵器再过来 再跨过来一寸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本身 那投灵器我们真的都不知道 还木窗 我们下层下了很多 平常我砸投灵器的时候 我们怎么砸 这投灵器 在这边 我病人 我头在这边 面朝上 我让从上面看病人的眼睛 病人的眼睛 鼻子在这边 这个比如说现在病人在这边 病人的头在这边 那这是鼻子在这边 他脚在那边 眼睛在这边 嘴巴在这边 那是面朝上 我在下针的时候 我看到眼珠子这边 一条线 你画一条线 心里想的像 不要去拿下笔子画 心里想的像 到法际 进去 一寸半的地方 一摸就个鼓缝 那个就是投灵器 投灵器下针 这两个 和木窗非常好的效果 尤其那个风泪 人家风一吹眼睛 在流眼泪 好 针下去 好 那个 那个 这种症状会去掉很多 那这两个穴道 都是眼科的大穴 进取穴 眼科 眼睛的问题 看东西啊 好 那在 进取穴的时候 不分 虚实 好 不分虚实 通通可以用 从 投灵器 直直往后一寸半 木窗 木窗再往后一寸半 沿着那个 圆的 圆形下来 就是阵营 再过来就成灵 再过来脑空 再来 就是封磁 好 那越到后面 从这个头中线 中线过以后 后面大部分治疗 头痛 好 头昏炫 好 这种问题 前面呢 就在眼科的病 好 眼科的病 因为胆经呢 直接落到上面 直接落到眼睛的上方 所以胆经呢 在这个地方比较 复杂一点 那最重要 我刚刚一再强调 就是你要知道 它进入了走向 好 所以未经指导 头为就截止了 后面就是胆经 所以最上面的 都脉 再过来 汤光经 再来胆经 再来什么 三交经 跟在这边 好 那临床的治疹呢 好 你可以看一看 好 那 我们用到 最多的穴道 是这个 风磁穴 风磁穴 首先我们先讲 下针的手法 这在 头后方 这个大经 和这个后骨的 你从这个大经 看这个脑后骨 下方的 一个凹 最凹的地方 等于是 这个紧后的大经 跟这个 这边大经的 正中央 最凹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 风磁穴 风磁 好 这后面 两个大经的中间呢 就是 风腹穴 对不对 好 风腹穴 好 画起来给你看 好 我们一股 肚骨法为准 骨头在这边 好 这一条大经 在这边 一条大经 在两条大经的中间 这就是风腹 好 风腹穴 好 一般风磁 在这个地方 比较下一点 这个整个凹下去的地方 好 这上面骨头 凹下去的地方 就是风磁 好 风磁穴 风磁穴的 针刺的手法很重要 都在井边 老师 这个这样实在看的时候 会怕 都砸到 里面砸到 动脉 里面 这个很危险 不会 我们下这个风磁 病人是趴到 趴到墙上 头摆正 我们下风磁 这个风磁下针的时候 你找到风磁的血流 一个手是按到 全疗 全骨这边 好 全骨 一个手是按到这个风磁 然后假想一条线 中间一条线 你那个针下去 在风磁下针的时候 下这个风磁的时候 针是对着左边的全鸟 下左边 左边的风磁的时候 这个针头是对着右边的全鸟 就方向下过去 你下针 血管什么都不会碰到 都是前人的经验 要赶快学去 哪天以后就变前人了 所以你们 要学去 这是我们 传下来的 好 下针的手法 风磁 风磁 好 膀胱筋的风门穴 你看 这个膀胱筋的风门 对不对 第一堆淘到外开一层 摆着风门穴 好 风门 好 风门穴 那这些穴道 你看都是风 都是风 就是 后脑 我们就受风的地方 好 所以 一受到风寒的话 向强 后面就强硬 好 后脑这边就强硬 好 因为它是风 进入的地方 好 那风磁穴我们用在鼻子 鼻窦眼 鼻蓄龙 鼻子不通 风磁穴很好 下得好的时候 鼻子趴到那边 你针下去风磁 鼻子就通了 而且很好玩 你下左边的风磁 下得好了 右边鼻孔通了 你下右边的左边 鼻孔通了 对道的 这个风磁穴 和风磁门 除了下身以外 我们拔火罐 都很好 向强的时候 我们这边拔火罐 好 过去还有刮沙 用那个米酒 在彭王金上面 撒上去 然后用汤匙在上面 刮刮刮了 红红的一条刮沙 这种都是过去一些 鼓传的一些 好 这个 这个 一些手法 来解除病痛 解除那向强的那种 脖子强硬 好 可以用 没有关系 那你不要刮太用力 刮得皮都破掉不好 什么事情太过得不好 好 再来呢 我们介绍这个肩颈穴 肩颈穴 非常好找 就正在肩头上方 这个斜 横纹肌这个正中间 好 你可以找这个骨头 这边那个肩 那个缺盆骨 这个骨头 好 和脖子正中间的 好 正好在身体最高的地方 这个肌肉最高的地方 好 那这两 你要按下去的时候 这两片 上面两片肌肉的中间 两片肌肉 肌肉 那肩颈穴 过去在武术家来说是 重疾人家会把他打昏的 这肩颈穴 那我们针九家来说 我们可以下针 那针不能下太深 好 下太深的话 人会昏穴 昏倒昏迷 就是下巴 好 这是嘴 这是颈像 下来到肩膀以后 这个骨头跟这个肩 这边的中间的地方 最高点 这肩颈穴 好 肩颈穴 我们呢 这肩颈穴 不能伸针 伸针呢 非常的凶 造成危险 下针下来很浅 所以我们平常下针的时候 一寸半 一寸的针 那针下去的话 大概五分一寸 都不会刹到一寸半 两寸三寸 两寸 没有的 都用一寸针下去去 因为肩颈穴很浅 那这穴道力量 非常的强 非常的强 你针下去以后 肩颈穴 引到气以后 我们一般 好 都在对侧的珠山里 比如说我们砸左肩颈 我们要砸右 好 配合 右边的珠山里 好 下针右边的珠山里 这样子的话 胸部的 因为砸到肩颈去 会缠 气很强 如果没有砸这个珠山里的话 去会闷在胸腔里面 好 闷在胸腔里面 那我们同样的 砸右边的肩颈的话 我们就砸左脚的什么 珠山里去 好 左脚的珠山里 那临床上 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干什么 就是 你骑马摔下来 给马踢到 血胸 胸腔里面有淤血 活血化鱼的泳 真下进去以后 病人会大便出来 黑便 所以胸腔里面 遭受重疾 撞伤 跌打损伤的时候 肩颈竹山里 是非常有名的 大穴 记得 针不要吓太深 那 我常常 是这样子 病人呢 肩向强硬 我这个脖子栓 很多人 这个脖子后墙 这个后脑 后向这边栓 我们最常用的穴道 是后膝 后膝组都脉 生脉 生脉呢 是在 膀胱筋上面 同时呢 又组杨桥 杨桥脉 从后面到脑这边 所以 后膝 生脉 这两个穴道 同时使用的时候 所有肩向的病 统统治疗 所以病人 握拳 后膝 脚 那个 外怀楼的下五分的地方 就是生脉穴 我们平常用在 治疗 颠腱 皱发 白天发颠腱的时候 揪的 揪用的 所以后膝生脉呢 后膝管都脉 生脉管 阳桥 真的后膝生脉以后 痛去大半 可是还有一点 这个时候我们就下 我就下天井 这个肩颈穴 下了肩颈以后 再下竹山里 几乎 没有什么肩膀痛去不掉的 这个非常好的 穴道治疗 肩颈腔 肩颈腔 伤科的话 一定会需要用到 现在足够穴道了 脑震荡 脑部受到伤害的时候 我们才染骨放血 胸腔受到跌打 损伤 踢伤 家暴 打伤 什么 肩颈穴 你们一定要会下 肩颈穴 这个我们就帮助很快的 有时候 救人自己瞬间 那因为那个胸腔 预血的时候病人很痛 有时候去喘不过来 肩颈穴下针 那阻塞你一下 气就传过来了 绝对记得 记得我的话 绝对不要伸针 因为你砸太生 会砸到肺 把肺刺穿了 就本来已经有 呼吸短处 有内处血 就在血伤加霜 那这个平常 孕妇 不可以下肩颈穴 下了肩颈穴 小孩会落胎 因为肩颈穴 这个气力 非常的强 往下冲 胎儿会对胎儿不好 好 到了这个肩颈穴下来以后 好 直接还到胸 胸 还到叶穴 一直下来 就到了 手的下方 手 这个是渊叶 渊叶的下方 好 就这个 这个字我讲错了 极拳 极拳的下方三寸 正极拳下方 正三寸 好 就是渊叶 渊叶呢 是属于胆经的穴道 好 一般来说 我们不在这里揪 这里多汗的量都不揪 好 揪了不容易收口 那常常容易化农 好 尤其以前的消毒的观念 并不是很好 好 常常容易化农 好 那 再来呢 这个杂金穴 这个字应该这样写 好 那这个穴道呢 在 你们的书上 在这个版本上面 他说是 胆的木穴 其实不对 胆的木穴是日月 好 胆的 胆的木穴 不是这个 是日月穴 穴道叫日月 这才是胆的木穴 胆经的木穴 那杂金并不是 好 那个杂金呢 就是在刚刚的渊叶 渊叶穴往前一寸 好 往前一寸就是 这个穴道 那一般来说 进取穴嘛 吐酸啊 好 那实际上 临床上 我们很少 很少下针 好 很少下针 很少揪 但是你要知道 从腋下 极拳下三寸 如果这个病人这里痛 你知道是胆经 好 是胆经 那在下三寸 是不是皮质大落大包 对不对 在这边痛是大包 在下面是极拳 这边就是胆经的 好 这样你就知道 经络怎么走 好 再来呢 好是日月 这个日月穴才是胆经的木穴 好胆经的胆 胆目日月 那在齐门下 好 这个 我画个 因为齐门穴还没交到 我先简单的告诉你 日月穴 这是嘴巴 这是脖子 胸腔 我们到这个 好 胸肋骨 肚脐 从心臂骨下来到肚脐 正中点呢 中婉穴 这个心臂骨到这个中婉穴的正中间呢 这个穴道我们叫做巨穴 巨穴是不是心臟的木穴 心目巨穴嘛 对不对 好 从巨穴旁开四寸到肋骨 两个肋的中间 这个穴道 我们叫齐门 前面介绍到 好 这是干 干净的木穴 干净的木穴 好 下面 干支木 好 来 跟着齐门 往下走 一个 跳过一个 肋肩 肋骨头上没有穴道的 一定在两个 两个股头的中间 所以从齐门穴往下走 到那肋肩 这个穴道叫什么 就是日月 日月 一定隔了一个肋骨 隔一条肋骨 这样子的 好 隔一条肋骨 日月穴 日月穴是胆的木穴 好 以后我们会介绍到 这个治疗法则 叫做鱼目治疗 好 鱼目 目好像就是 开门 开口的地方 鱼呢 就是运输的书嘛 好 运输的书 我们叫 好 所以说如果说 别的这个人胆子不通 或者胆结是怎么样 我们老师 我们可以查背后的胆鱼 在正面的胆的木穴 对啊 正面的正面的日月 背后的胆鱼 对不对 胆鱼就是出运输的仪式然后疏通 好 好那这个这个木就是开门把门打开 那好开门以后让他疏通一下 好 鱼目治疗 好 那下针的时候呢 这个正面上下针 我们的针刺的方向 都是从这边往那边刺 一定是找了两个肋骨的中间下针才有穴道 在肋骨上方没有穴道 好那你如果遇到个胖子摸不到肋骨摸不到肋骨摸不到你也要摸到 好想进去把按进去摸到 哦 不然的话你不能确定嘛 哦 我的意思如果你硬要下 齐门日月 那你也可以不下他我们有很多带用穴嘛 好那你硬要摸到一定要摸到骨头边 好才能下针 好 那好永远以大原则要记住 两骨之间 再来呢 各位看这个 金门穴 金门穴呢 这个金门呢 是圣的木穴 圣的木穴 金门穴 金门穴怎么找 手肘靠了这边的我们这个肋骨 胸肋骨最下的最下的那一点 最下的那一点 这个呢 正好凭我们的手肘 凭我们的手肘 这个穴道叫张门穴 我们还没介绍到 在胆经上面 对不起 在肝经上面 那从张门穴这个肋骨最下方这边往后 往后摸 有个刚好一个肋骨从后面伸过来 突出一根肋骨 我们要正在那肋骨头上面叫做金门穴 金门穴 金门穴的肾的木穴 所以我们砸 如果肾脏我们在治疗肾脏虚症的时候或者是 里面食症我们在鱼目治疗无所为虚实 那有没有肾结石 肾脏癌 肾阳虚 阴虚 都没有关系 耳鸣啊 我们砸到肾书以后 砸金门 鱼目治疗 金门穴就在骨边 这个针就直接下进去 你不用下前后没关系 因为这个 你砸进去就砸到骨头 骨头头的地方 不要太深 差不多一寸的距离就到 一寸到 那就是金门穴 金门穴我们常常在配合的肾第十四锥 肾穴记不记得 命门 我们脊椎肚脐 正后方的脊椎股 第十四锥 外开 一寸半就是肾穴 这个 肾书 肾的木穴 就是金门穴 所以金门穴跟肾书 两个我们常常在一起使用 常常在一起使用 我每次砸 背后的肾鱼的时候 我都会去砸金门穴 鱼目治疗法 用了很多 像耳鸣啊 腰酸啊 肾脏基本上的问题 水肿啊 我们都可以用 最常用的就是腰酸耳鸣 腰酸耳鸣 接着下来 我们看 这个我们有三个穴道 叫做 就是连续三个 就是淡脉 五苏 围道 这个淡脉五苏围道 三个穴道 我们旗经里面有一条经 就叫做淡脉 淡脉呢 一共只有三个穴道 就这三个穴道 淡脉五苏围道 三个穴道 淡脉只有三个穴道 就这三个穴道 那淡脉呢 在我们会有一条 我们等了十二斤 讲完以后 我们会专门开始来讲 七斤八脉 讲介绍这个淡脉 简单就是女子戴下 女人的白带 吃白带 还有包括淡脉的痛 那就是还腰 这淡脉就是还腰 好像皮带一样 还腰一圈 就是淡脉 那怎么找这个穴道呢 这个肋骨在这边 这肋骨 我们手肘弯下来 到肋骨顶尖 这个穴道呢 张门穴 张门穴 张门穴呢 往下走 好 诸位看 往下走 差不多一寸八分的地方 那怎么找这一寸八分 或一寸六一寸五 我跟诸位讲 你手往下走的时候 两个肌肉的中间 我不是讲过吗 穴道一定在两个肌肉的中间 或两个骨的中间 筋两个条 筋的中间 都不会在骨头上 肌肉上 在筋上面 不会有 好 那淡脉穴呢 好 从直接走这个穴道 走到下面的肌肉缝 好 这个穴道就称为 淡脉 好 淡脉呢 再过来呢 是五苏 好 围道 五苏穴呢 从水道 水道穴 就是 下来 下来哈 这个 任脉的官员穴 这个官员 外开 这个两寸 就是我们的水道 水道是竹江明 未经上位的穴道 好 从水道呢 再走 五寸半 好 从这边算过来 因为我们是测看 测看 这是五点五寸 五寸半 这个穴道呢 就是 五苏穴 五苏穴 那 从这个 这个 终极 官员下一寸 终极一穴 对不对 那个 任脉的终极一穴 从终极一穴 终极一穴呢 好 开过来 开八寸的距离 好 这边就是 我们的 围道穴 围道穴 这个 这三个穴道呢 好 淡脉五是围道 三个穴道属于 我们这就是淡脉 那 淡脉的症状 病人会陈述你 这个好像 下半身呢 好像坐在水里面 你今天晚上回来洗澡 你把水缸放 放冷水 放冷水 让屁股坐下去 坐在腰部 那种感觉就是 淡脉病 下半身好像坐在 冷水里面一样 甚至于会听到水声 淡脉病 所以 现在诸位知道了 如果有一个人来说 我腰痛 病人不懂什么叫 淡脉膀胱筋肚脉 还不懂啊 我腰痛 那你问他说 你怎么痛的 我是 这个 两边上下痛 主太阳膀胱筋痛 中间痛 肚脉痛 但他都不是 他我腰这样 环的腰一圈痛 淡脉痛 你就知道 淡脉我们就治淡脉 膀胱筋 我们治膀胱筋 所以腰痛 没有什么不能治的 从这里面呢 主要有个观念开始 在西方的医学 认为说 这个脊椎骨 这个肚脉 这个肚脉 脊椎骨下来 尾椎的地方 好 那 这个中医认为说 这个脊椎骨就是肚脉了 从肚脉外开 一寸半 一寸半 就是我们的膀胱筋的地方 膀胱筋的地方 那 他们认为说 这个脊椎骨 两个中间的 骨质增深 尾椎 椎间盘突出 会压迫到神经 引起坐骨神经痛 那诸位想想看 我们的膀胱筋是一寸半 从这边下来一直到脚 这不是 就西医的坐骨神经痛 可是按照中医的理论 它是一寸半的距离 一寸半的距离 那 这个 这个 这个椎间盘突出 有长一寸半 那么长的骨头吗 哦 那西医说西医的 我们自动 我管理什么椎间盘突出 我们下了针 好 膀胱筋的虚症 我们下了尾中 他的栓区去掉了 所以 即使他突出 在这边突到 你不要去碰他 他不会痛的 而他们找不到原因嘛 就是说 这个椎间盘突出造成 做过神经痛 很多人开完刀还是痛 痛得很严重 甚至于开完刀以后 下半身麻痹都有 好 有人瘫痪掉 坏的还有瘫痪掉的都有 好 就要不要给他动 那大脉病的话 就算是 刚好穿过第14椎 经过大脉 好 是横的 那痛也是横的 也不会往下走 好 所以 如果你碰到 坐过神经痛 你按照经络 来取血就好了 不要去说 二十分七一讲 追击版图书 你下次拿那个X光片 你去试看看那个外科 你说你有 他你真的有背痛 你给他照片子 照完片子后 那个上面放了好几十张片子在那边 那医生进来 你哪里通啊 对不对 你跟医生说 你片子都照了嘛 你只给我看告诉我哪里通 对啊 你不是片子都给你了 你告诉我哪里通啊 他就讲不出来了哦 开始生气了 那 那 那我告诉我 我这里通 哦你看 哦你看 好你看 你这里通 你看是不是原因 这里压迫造成 那你不讲呢 你试看看不讲 他当场跟你翻脸 你不要怕 不要怕他跟你翻脸 因为你不需要他 所以你觉得人生乏味 你去开啊 我不晓得看过多少 包括medical dollar 西医本身 开完刀以后变成 那个disabled 就是没有工作能力 从此开始拿 四十几岁开始拿 养老金 不能动啊 痛啊 哦 所以这个千万不要去动他 哦 所以他们那个 最近半突出造成坐古神经动 在中医的 经络学里面来 珍珠学里面来说是不成立的 好 隔太远 那我们有一个 有一条金 在都脉旁开五分的地方 这条金呢 有特别名称 我们叫华陀 夹吉 华陀夹吉 就必然来陈述 我背痛 那 在哪里 在这旁边 你看看 哎 奇怪 他不指的 指的不是都脉 也不是膀胱经 在都脉膀胱经的中间 然后你再仔细问他 发现到他是都脉 旁开五分的地方 好 不在脊对股上面 这个上下这一条肌 我们叫做华陀夹吉 炎的都脉 上下华陀夹吉 那华陀夹吉呢 这个痛也是腰痛一种 那古书上都没有 怎么治疗这个痛都没有 这两个穴道可以治疗他 朱三里 加上灵气 灵气我们待会会介绍到 胆经的圆穴灵气穴 朱三里 这胆经的本穴 这两个加起来 同时 你下我们朱三里下灵气 或者下灵气下朱三里 两个穴道在一起用的时候 钻至华陀夹吉 怎么来的呢 是过去我们在 一个师兄在打坐 他的气功很强 那我就拿他当实验瓶 好 整下去 这气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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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气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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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呢 正好砸了这个穴道 他他他他不懂 他他不懂经络 哎今天很奇怪 这个气 他沿着急就不迈旁边走 他就可以感觉得到 这种这种这种人我也碰到 所以从此呢 就找到这个答案 华陀夹吉 你砸这两个穴道 当成就好 好 这个你看书上到处没有 是我们练气功的人 好 感受到 我 我的同仁感受到的 好 那这是送给大家的 以后大家也把它传出去 这个是可能以前有 后来失落掉了 那我们在无意之间又找回来 又把它找回来 好 那在 所以你看这个 那个代卖武术围道 下来的时候你看 都是竹少阳代卖恶卖之会 有没有 竹少阳代卖恶卖之会 好 代卖恶卖之会 好 都是 好 讲的这三个穴道 再来呢 俱疗穴 俱疗穴呢 从张门穴 一样 这是张门穴 好 张门穴 直下 8.3寸 8.3寸 8.5寸 这个很难找 没有关系 你直下下来到 到这个 这个 那个肌肉的时候 你摸 一定在肌肉缝的中间 哦 一定在肌肉缝的中间 不然就是在 我看了 我看了 你 我看了